马蓝真的不好当 为了你们呢 我最爱一套属于大马蓝真正的 Opah暖蓝穿搭书 包你不会热食 一旦可以迷死妹子 要穿的少又要好看 accessory当然就不能少咯是不是 所以依然有我们Opah最爱的 不拘小节look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 在赶行程的中构 Binny的耳环 Hellipotter的眼镜框 是必备的 随属在拿一件篮球背心 在内带就白体 随形 但是一点都不随便 裤子还是要喜欢一种 破破烂烂的style Opah最爱穿的就是四分短裤 配这个短筒袜子还有球鞋 你看那个腿 长到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一样可以换成这种 Gay白的hoodie 这种是做给那种要美 要怕乐的人 因为里面其实一点都不保暖的不 这整个look的精髓 看起来不拘小节 其实它充满细节 如果你依然想走 比较小清新boy的路线 It's ok 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 在楼下城跑的GD 头戴压嘴帽 身穿有可爱graphic的无锈体 再配上joker还有球鞋 你阳光的来又呆萌可爱 这些鞋子还是一样是instabump 都算有真高的嘛 如果觉得以上三种穿法 都好像不顾batten穿太少 进戏院都会冷到的话 我们可以来一种高调boy的运动look 所以我们可以来一个反传统 我们一身上班族的基本打扮 衬衫西装户 可是我们外面穿一件棒球衣 我们脚踩球鞋 看起来棒球选手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多了一件东西 多了一份欣慰 走在路上简直是 all eyes and me 这种look非常适合走shopping mall 所以结论就是 在我爸的世界里穿一件就不要着凉 穿两件是为你着想不 是不是很sweet嘞 我是明明可以靠脸 但是硬要靠嘴的fashion boy 如果觉得这个video很有用的话 就记得like share还有comment 我们下一集见吧 拜拜